下一个呢要给同学们讲解的内容呢 就是我们这一共出了大概有三个题 我们讲了这么多应用呢 我们有必要再做一点练习 加深对前面讲这些操作的一个认识 都很简单 都很简单 但是呢有必要还是写一写 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练习题 来走一个 先把题的要求走过来 叫集合综合应用案例 毕竟讲了这么多 你要是不去用一下呢 就感觉好像还是对吧 没有着落 就感觉很虚 我们把这个练习题来讲几个题 好先看第一个课堂练习题一 课堂练习题一 那么课堂练习题一呢 我们来看看它是什么要求 然后呢我们写代码就可以了 好 首先它告诉你 这有一个sentence是一个字不串 有这么多字符 这个sentence中的各个字符呢 要求通过这个左折叠 左折叠 存放到一个array buffer中 目的理解flow的neft的用法 flow的neft虽然我们前面讲了 但是我们重点讲的是 它的运行机制 但是到底是什么用法呢 我们还要举个例子 注意听它的意思啊 是说将各个字符串 通过左折叠放在这个array buffer中 你可以这样理解 就是将来有个array buffer 你将来说最后得到是一个array buffer array buffer里面放的是 array buffer里面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 A A 等等的 就是把里面这个东西 一个一个取出来 扔到这个buffer里面去 它是这样一个提议啊 有些东西可能连提议都没有明白 就是说它是把这个整个猜出来 放到这个打散 放到这个我要的这个array buffer里面去 就是这么一个提 那这个提好不好做呢 应该说还是很简单的 因为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左折叠 我说了一句话 左折叠呢最后 最终它一直是像一个 一个那个就是你传的那个第一个 那个字往里面折 那我们就从可以充分利用这个特点 明白的是吧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来看一下代码 简单的一个实现 你看这里 我写了一个put buffer 我接收 左边 我接收一个array buffer 然后呢 来一个我就存一个 来一个存一个 最后我把这个再返回去 那就说 整个这个折叠的过程中 其实我只是针对同一个array buffer在操作 这个代码就写完了 对吧 那么现在呢 我们来进行一个简单的使用 看看 能否把这个跑起来 好 我们来写一下啊 这个案例呢 给他写一把 大家注意听 EXE R EXE CISE 02 这是我们的第二一个练习题 好的 各位同学 来 我们写一下 这个题如果突然让你写 你不一定写得出来 就是因为我们见的太少了 所以说呢 老师呢 给他这个案例呢 我给他写一次 好 有些我就偷一个懒了 像这个玩意 我就自己弄一下 拿过来 我们写一下代码 好 这是我写一个 我写一个函数 比如说就叫put array put array 就把这个东西放到一个数组里边去 好 然后呢 我们要深刻的理解这个左折点 首先呢 我要接收的是一个 那个array buffer 比如说我就要写个array 叫array buffer array array buffer呢 它是一个可变的 array buffer b-u-f-f-e-r 这边这个类型呢 我要指定是个char 当然这个做完以后呢 我这边要接收一个char 就是你要想办法给我一个char 我才往里面放 最后返回的类型呢 始终返回的是这个array buffer 这个类型 即使把它返回去 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怎么样呢 引入这个包 好 现在我要做一件事情 做一件什么事情呢 将 将 将这个c 放入到 哪里呢 放入到array buffer 这个array buffer放的是 放到这个array buffer中 这个中 那我怎么放呢 很简单 因为我们前面学过 往一个array buffer里面放的时候 它有一个方法叫opend 直接扔进去就事了 做完以后 返回的就是它本身 这个代码就写完了 就这么一点 然后呢 我们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要左折叠开始来玩 左折叠怎么做呢 sentence 它是一个集合 虽然它是个字符串 字符串是属于有序集合的一种 然后点float float float neft neft neft我传第一个 那第一个参数呢 就是要传它 那我首先定义一个这玩意儿 val 然后我写个array array buffer 等于咱们6一个array buffer 6一个array buffer 然后呢 这个类型 我们放的是char 这个我们前面都讲过的 然后我要放的就是它 就说这个就是我们的头部 因为不停往这边折嘛 就它往这里面放 这样就理解这个折叠 其实它最后这个结果 其实是可以指定的 它很灵活的 然后这边我要传 让哪个函数来完成 这个折叠呢 就是我们的putchar 这个anlin我写一次啊 后面我可能就不再写了 代码因为比较简单 我直接给同学们看一下 最后这个array buffer是什么 因为array buffer是个引用的 大家知道 集合呢 它是属于这种anlin refer的这种类型 所以说呢 你在这里面 这个它的改变就无需再接收了 直接打出来就行 好 我们看看这个东西返回类型 是不是跟我们想的一样运行下 好的 当我们运行完了过呢 我们可以看到 跟我们想的就一样了 它其实就是把这个每个大伞往里面放 这个主要的作用 这个题的作用主要是 让大家再次理解这个折叠 折叠 反正你只要想办法给我传一个参数 左边 因为折叠的时候 它是第一个参数就是 你就这个玩意儿 然后里面这个put的第一个参数就是从这边一个往里面扔嘛 我们讲过这个东西 对解哈 如果你没有这个怎么办呢 说老师 假设我折叠的时候 因为 因为左折叠 它是要求你必须要传一个的 那如果说你用的直接是reduce left呢 其实它会默认从这个里面开始一个往里面找 明白吧 这一点大家要注意一个区别 左折叠你就必须要传一个 它的作用就是 相当于说都往这边去操作 好 这个代码呢 我们就理解了 就得理解 理解这个左折叠 折叠吧 折叠的这个 这个第一个参数的含义 第一个 第一个 传入的这个丑 传入的 传入 传入的这个参数 就是这个东西的作用是什么 它的含义到底是干什么的 这个当然也取决你后面代码怎么写的 好 第一个题 我们就评讲到这里 好 紧接着我们来看第二个题 第二个题呢 也异常的简单 它说什么事呢 它说还是一个政府串 它要求使用集合映射 统计一句话 各个字母出现的次数 并且保留在一个map中 保留在一个map中 那么这道题 如果同学们用加瓦写的话 我个人感觉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大家看 我已经写了一段加瓦代码 因为我讲试看了 加瓦呢 我就简单说一下就行了 我不写了 因为我的重点不是讲加瓦 如果你这个写不出来 那就是你加瓦的问题 加瓦没有过关 那就回去再想一想 那看我的思路 那么我这里先定义了一个map类型 chart countmap 然后呢 我这里指定了一个范形 我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 首先 我先将这个sentence 这个字构串 转成了一个chart数组 这个大家一看就明白 就tochart array 这就变成一个chart数组了 然后我用了一个for循环的增强 看了 for循环增强 我从这个cs 即字构串数组里面 不停地取出这个chart 我干什么事情呢 我要进行判断 并去统计 首先我判断一下 你现在有没有包含这个c 如果你这个集合里面 已经包含了这个a 说明已经加均扣了一次 就你曾经往这个map里面 放均扣了一次 所以说呢 我就取出这个cart值 加1再重新放入 这个我相信同学们应该能看懂 如果这个代码还看不懂的同学 那你赶紧看一下假瓦基础 那么l10呢 就说明你一次都没放入 怎么办呢 那我就直接放入舒适化为1就完了 这个代码我也不去运行了 肯定没有问题 我这只要是写出来的代码 我肯定都是跑过的 不会把跑不过去的代码写到这 肯定都是能跑通的 好同学们有兴趣自己去跑一跑 我这个就不跑了 那我重点要讲的是什么呢 是scan了怎么实行 这个是我要重点讲的 那么同学们可以看到 scan了这个地方我怎么写呢 这个地方稍微理解起来 有一点点难度 郭同学注意听 那么我稍微的给他说一下 因为基本的原理都说完了 下面呢就是我们的应用 我写了一段这个代码 首先 Sendance这个代码 我相信能看懂 就是一个制服串 这个没问题 然后呢 我做了这样一个工作 大家看 你们先不要去看这个 TrackCount 你看这 Sendance 所折点 回想一下刚才那个 我们写了一个用Aribuffer来打散的一个东西 我在这里传入了一个Map ChartCount 大家看我这里其实是传了一个匿名的一个Map 而且大家看这个是Map是可变的 还是不可变的 能看出来这种写法是可变的 还是不可变吗 就是不可变的 我传了一个Map 我传用一个Map过后呢 我传了一个这个不可变Map的一个实例 大家看 我为什么说实例 是因为我后面有小括号 是一个空的 然后我调用了一个TrackCount 我做了些什么事情 大家看这代码 这个TrackCount里面 接收了一个你传进去的Map 然后接收一个Sendance 这个Sendance 我讲了 左折叠 它是 左折叠它是这样干的 第一个左边的参数是你来指定 右面的 这个第二个参数 就是从这里面 它会依次便利往里面扔 这是再次理解 那么我扔的时候 我怎么办呢 最后我还返回一个MapTrackCount 因为最后结果人家放到这里面了 那我干什么事情呢 我做了这样一个动作 大家看能看懂吗 其实并不难 这个操作就是Map的一个操作 我说了Map肯定有用 Map加 加一个什么玩意儿呢 加了一个新的原 新的这个KV6 这个K是C K是C 就是你传进的这个字 那么值是什么呢 值不确定 为什么不确定呢 因为 如果你 这个C 我取出来了 大家看 Map.get or 类似 我就加了一个逻辑 就说 如果这个C有 是不是就返回 你是多少就是多少 如果C没有 我返回一个什么 0 是不是 这样子就有效地解决了 这个判断 就说 如果有 就把这个原子返回来 再加一次E 如果没有 我就取个0 再加一个 变成E 然后给它扔进去 扔进去 同学们还记不记得有个逻辑 这个Map的加 如果这个K存在 就是更新 如果K不存在 是不是就是加呀 这个逻辑 一下就 一句话就全部写完了 当然有同学老师 我想把它分开写 写不写 也可以 我这次故意写了一个 相对综合的 那同学们 我们来跑一下 这个代码 我们来自己再跑一跑 好 现在为了区别 我不写在一起 我新建一个文件 代码呢 其实并不难 当然同学们 还是要理解一下 所以代码呢 虽然不难 但是你要说是 自己独立写 还是要动动脑筋的 那老规矩 我们先把这个拿过来 同学们 我们给大家做一个小小演示 好 我们先写了一个函数 叫char count 是这意思吧 好 然后char count里面 我接受了两 接受了两个参数 因为你左折叠 它需要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呢 第一个参数 我是这样写的 就是我接收 接收了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 我是这样写的 就是给我传进去 一个map 对吧 传进去一个map 这个map的类型 是这样写的 map 然后 这边有一个 先一个char 再来一个int 是这个意思吧 然后这边 我们要 还要接收一个char本身 char本身 然后传进一个char 好 最后 这个类型 返回这个类型呢 也要求是这个类型 是这样子的吧 好 这个做完了以后 我们做了点什么事情呢 特别简单一件事情就是 你传进的map 我进行这个加 我怎么加的呢 我有逻辑 我这样写的 map 点 get warnes warnes 怎么样呢 我去尝试着 去取你这个char 这就有两种可能性 取到 或者是没有取到 如果取到呢 就是圆主 如果没有取到 就是0 然后我们再把它 这个拿到以后 应该是这样写的 这少写的一句话 应该是c 指向它 是这样写的吧 这是char 这样写了个这个char 然后这边呢 我们再加一个1 这样加一个1 就会爆出原因 因为我们没有把它包起来 好 这样大家 再写了一遍 大家应该印象更加深刻了 好 这样就写完了 这充分利用了map的getwarnes 和它这个加的一个特性 加的意思 有就加 没有就更新 有就是更新 没有就是加 然后呢 我们再调了一下 调的时候呢 我这样调的 我用sentence 点 我们左折点 float map 然后我在这里 因为这个map本身呢 我直接传了一个什么呢 我直接又传了一个 空的 我直接写了map 然后这边有一个char 有一个char 然后类型是int类型 然后这边呢 做了一个 然后传完了以后 我们这个地方又做进行 这个是传的参数 然后把谁传进去呢 把这个char count传进去 这边是不是少了一个new啊 少了一个new 这个char count的 这种是应该是写成什么呀 这个中括号 中括号别写错了 哪写错了 这个怎么是变成这个都形成它 float fold fold left f-o ld left 好 然后这边是哪里写错了 大家看出来的吗 new其实是可以不要的 对吧 因为我们map这边用的是它的那个apply方法来什么呀 构建的 这要写完了以后呢 同学们可以看到啊 最后返回的这个结果就是我要的结果 那我写个map2 就写完了 写完了 然后呢 我们来打印一下这个map2 map2 就等于加一个map2 执行一下 我们运行过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结果跟我们想的就是一样的了 你看 a有10个 b有8个 c有5个 d有7个 同学们看 那现在我用的这个方法呢 其实不是很好理解 不是很好理解 因为我用的这个map呢 不太好 我用的是不可变的map 而且这个地方大家看到 每次你因为不可变 传进去过后呢 其实你加完了过后 返回这个心的 只是最后被累积起来 效率比较低下 因此呢 我要求同学们想一想 能不能改成另外一种方式 改成可变的map来玩 其实也是可以的 其实也是可以的 如果我们用可变的map来写的话呢 我们这边再写一份代码 第一份 我们用的是不可变的map 这个加深一个印象 因为你这个不可变的map呢 最后其实你这个map本身没变化 只是它每次产生一个新的map嘛 对吧 所以说这个不划算 所以下面呢 上面这个是用的是不可变map实现的 是使用 使用不可变 不可变map实现的 对不对 下面呢 我们来换一个套路 使用什么呢 可变map 可变map来实现 这个同学们 能写出来吗 应该说也能写出来 那么举个例子 来同学们看到 我在这里写个康的2 如果是可变的 同学们 是不是前面咱们要加一个mute table 能理解吗 mute table 是不是要加进去 点 这边加进去过后呢 这边会飙红 因为我们没有引爆 那这个是mute table 你后面这些 是不是都应该改下 然后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怎样加了呢 是不是 你这加完了过 是不是整个这个等号就可以 这样子是不是更OK一点 好 这边我们又没有引爆 然后直接加以下 这边是怎么 整这样子了 control 引入这个包 可变的 好 是不是代码就没毛病了 那么没毛病 这有什么好处呢 因为这个是可变的 我们每次返回的 就是它本身 如果是本身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这样调用了 大家理解一下 注意听讲 现在呢 我们使用可变的map完成 效率更高 效率更高 为什么效率更高 因为我们没有必要 假设你这么多次 其实我反复的就会在底层 不停的改变地质 这个效率肯定会低 那这样我怎么用呢 好 老规矩 第一步 先创建 先创建一个可变的map 以共使用 做为什么呢 作为左折叠的第一个参数 作为 作为左 左折叠 左啊 左折叠的第一个参数 好 这个对我们来说很简单 那我就写一个啊 比如说val 我写个map3 等于 这个对我们来说 应该很easy 很easy 那就把它放过去 包一个 就ok了 这是我们 这个就是一个可变的啊 各位朋友 那么 它是一个可变的话呢 我们再来玩一把 就是sentence 点 fold neft 我直接把map3传进去 看到没有 点 仍然是 不点 直接传入我们这个truck count 好 代码就写完了 这是2 对对对 别搞错了 2 好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现在 我还有必要去接收这个值吗 其实这个map3是不是已经有值了 你 如果是 如果你这个是不可变的 你发现拿不到东西 这个map3呢 其实它已经 就是我们这个结果了 因为你整个过程是针对这一个变 这一个对象来操作的嘛 不管你是左折列还是怎么样 只用是它一个 因此呢 这个map3 我们输出一下这个结果 看看它是不是已经有东西了 来 同学们请看运行的效果 同学们请看运行效果 我们运行过后呢 发现跟我们执行的是一样的 只是顺序发生变化了 为什么 因为它是可变的 我们讲过 map的可变map呢 它是无序的 对不对 好 这就是我们讲的两种方式 大家要 好好地理解一下 代码很少 但是呢 还是要大家好好理解的 你看我们原先 如果这段代码 放在加瓦里面 让你去统计 其实还是 还是挺麻烦的 你还是写好些东西呢 结果现在我们只用了 一句话搞定 对吧 肯定很高效 而且这边呢 看起来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 好同学们 那关于这个第二个题的 这个评讲呢 老师就讲到这里 大家下去要好好地理解 好 最后再来一个题 这个题 我先做一个课后练习 布置给大家 这个题要求要比较难一点 难一点呢 就是它是大数据中一个经典的 word count的案例 什么意思呢 说给你一个list 哦 list里面很多数据 要求使用映射集合 统计各个单词出现的次数 就是各个单词出现的次数 其实前面我们已经 已经可以统计了 各单词统计次数 我其实已经可以统计了 但是呢 我要求同学们干什么呢 还要按照次数排序 这个查一查 你应该马上想到 集合里面一定有类似 short的方法 你给我查一下 就它的流程是这样子的 先干一件事情 掉一看出干一件事情 再干一件事情 再干一件事情 好 同学们这个要动脑筋去想 这个呢 我们作为一个客户练习 交给大家去完成 我到时再公布答案 再公布答案 好 同学们 那关于集合综合练习呢 我一共讲了大概这么几个 好 我把它进行一个简单的版数 好 我们来走一个 课展练习一的答案 这个评讲呢 就是这个 不是这个 是吧 是这个 哎 这是Ari Buffer的一个使用 我把它给同学们版数到这里 这是第一个题 非常简单 然后第一题 讲完以后呢 我又给同学们讲了第二个题 第二个题里面一个加瓦的实现 我没有去运行 只给大家说了一下 这个是课堂练习二 这是加瓦的实现 也给大家版数到这里 这是课堂练习二的一个说明 对吧 那这边呢 我首先给大家说了一下 加瓦如何实现 加瓦如何实现 那么我把加瓦实现的代码呢 还是给各位朋友放到这儿 这代码肯定能跑起来 有兴趣的同学 你愿意去跑 你就跑一下 这个讲完了以后呢 我们又讲了课堂练习二 使用Scanal的方式来折叠实现 我讲了两种方式 一种是可变的Map 一种是不可变的Map 我都讲了 我都讲了 好 这样用Scanal来实现这个代码 那我把代码直接给同学们放到笔记中 哪里呢 这个第三个底 好 我给大家版输到这里来 OK 好 最后呢 我留了一个课后作业 就是一个经典的大数据的这个题 留给同学们思考 如果说在没有老师提示下呢 同学们能做出来 那就特别特别的好 但你要实在做不出来呢 你放在那儿 老师评讲也是可以的 好 这个呢 作为课后练习 课后练习 好 同学们 那关于集合的综合应用案例呢 我们就先给大家讲到这里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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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